以赛亚书第十六章 你们要把羊羔送给那地的掌权者 从希拉经过旷野送到西安居民的山 摩鸭的居民在雅南渡口 像游荡的飞鸟 又像被赶出潮窝的鸟儿 求你给我们献谋略 做裁判 使你的影子在五间如同黑夜 把被赶逐的人隐藏起来 不可出卖逃亡的人 让摩鸭那些被赶逐的人与你同住 求你做他们的隐秘处 使他们脱离毁灭者的面 勒索人的必要宗旨 毁灭人的也将止息 欺压人的必从这地灭绝 必有一个宝座在此案中建立 必有一位凭信使坐在上面 就是在大卫的帐篷里 他必施行审判 寻求公平 并且迅速行公义 我们听说过摩鸭的骄傲 十分骄傲 也听说过他的狂妄 骄傲和愤怒 他那浮夸的话都是虚假 因此摩鸭人必哀哭 各人一同为摩鸭哀哭 摩鸭人又要为吉尔哈列社的葡萄饼 哀叹忧伤 因为西石本的田地和西比马的葡萄树 都摔残了 他们美好的之字 曾醉倒了列国的君主 他的嫩汁直打雅蟹 蔓延到旷野 又向外伸展 越过沿海 因此我要为西比马的葡萄树爱哭 像雅蟹人的爱哭一样 西石本和以利亚利亚 我要用眼泪浸透你 因为有呐喊的声音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收割的庄稼 欢喜快乐都从肥美的田地中被取去了 葡萄园里必再没有歌唱也没有欢呼 踹久的不能在榨酒池里踹出酒来 我只吸了欢呼的声音 因此 我的心肠为摩押哀鸣 又如琴瑟 我的肺腑也为吉尔哈列社哀哭 到那时 摩押人虽朝见他们的神 虽在高处弄得疲乏不堪 又到他们的圣所去祷告 却总不得亨通 以上是耶和华从前论到摩押所说的话 但现在耶和华宣告说 三年之内 按照故宫的年数 摩押的荣耀和他所有的群众都必被藐视 余下的人比稀少 为不足道